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小胖冰冰在美国 我是最终美国税务的房产经纪冰冰 我是最终美国房产的税务是小胖 对今天又是1月底2月初了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拜个年 然后祝大家虎蝶吉祥 因为呢我们出了一个视频的时候 应该是正月初初二初三的样子 对吧 然后呢那最近呢大家知道 就是在耳湾呢二手房特别少 就完全不多 但是呢最近呢有一套 就我们站在这个的 大家都能听到有回音对不对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房子 不需要排队 不需要进甲 然后这个房子呢是KB Home 在Otro Hill Groove里面的 不对groove里面的 Ginnova这个房子的二户型 没错 刚刚交房 没错 然后这个呢现在已经封盘了 因为就全部卖光了 是的 然后样板间呢卖了350万 对 然后我们这个房子大家看到 为什么我们站在这里给大家拍呢 就是因为在开头介绍的时候 我想给大家看看 就是你看看这些 这些Woof的东西 对 然后这些抽烟机 包括这些水槽 包括铺布式的台面 对 全部升级 是按照样板间来升级的 是的 一会我们详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 还可以就是每一块升级了什么 我们都告诉大家 对 这个房子呢 目前它唯一跟药板间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二楼的 药板间有一个loft 对 那个我们拍的时候再说 可以 改成了一个卧室 那这个房子呢 是五房四位 没错 对 五房四位 然后呢 里面的使用面积呢 是3950尺 将近4000尺了 占地呢 是5550尺 没错 目前的要价是330万 没错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加我们的微信联络我们 我们大家来这里看看房子 是的 但是呢 这个房子因为是全新的 它是就是房主买来 就马上卖的 对 它的地理优势特别好 它是corner老 对 角落户边户 对 所以它私密性很好 没错 然后呢 但是院子还没有做 院子您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 对 去做这个院子 是的 我觉得下面呢 就请你带我们大家看看房子 走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房子的前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房子呢 是在这条路的尽头 它是一个最后一个端户边户 所以它私密性非常的好 第二呢 这个房子它是一个南北朝向的 所以它的脸面呢 是对着北边 然后主要的活动区 像客厅 以及二楼的卧室 主卧都是南向的 所以这个房子的采光也特别的好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这个房子 里面是什么样 这个房子里面升级巨多 对不对 对 我觉得它都是照样板间来升级的 没错 没错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房子的里面 进来之后呢 第一眼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升级 首先要说呢 就是它跟样板间 把一样 把这个楼梯呢 做成了这个玻璃的 非常厚的玻璃 那这个升级呢 当时我们陪客户去看的时候 它是44,000块钱的升级 就是光做这个楼梯 要44,000块钱 然后第二呢 就是一楼的所有的地板 它都是升过级的 我们现在往里走 去看看里面 它的客厅 其实在你走的过程中 我第一觉得说这个玄关特别宽 特别舒服 咱们拍KP Home这个Ginoa 药板间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玄关特别宽 的确是 对 第二呢 就是我们客人经常问的 就是这个玻璃的楼梯 这玻璃楼梯 我觉得4万多 其实是如果大家觉得房子很高级 是可以升级的 是的 往里走 我们看一看它一楼的公共区域 首先呢 进来之后呢 是一个因为一楼 它是一个大的开放式区域 所以它的厨房用餐区和客厅 都是一个在一个整体的开放区域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它的客厅 这个客厅呢 非常的敞亮 非常的宽 可能是没有买家具的原因 但是呢 即使摆上家具 我觉得这个size也是非常宽敞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升级 首先我们看到它的壁炉是升级的 电子壁炉升过级的 如果是不standard的是没有壁炉的 对吧 对 壁炉都要另外做 对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最近瘦了 还是因为这房子太大 就显得你很小 你站太远了 然后呢 可以看到一楼的所有的地板呢 都跟入户的一样 都是做了木制的地板 然后另外呢 它的这个客厅呢 还做了这个音响系统 是Build-in的 这个音响系统 做了两个大的喇叭 而且它California 容易会看到也做了音响系统 对 所以现在这个房子南北向的 你看到就现在你站在这儿 就是脸就会黑了 就是真的真的 因为它现在是南向的嘛 现在是中午11点多 它的阳光已经往 对 光会进来 对 没错没错 对 而且它是那种 就是落地的推拉门的 去院子的窗户 是的 我特别喜欢 而且它这个推拉门呢 也是升了级的 推拉门本身没有升级 但是推拉门外面的这个纱窗 纱门是升了级的 给大家看一下 对 因为每次升级都是你陪着去 对对对 别看这个纱门没什么 它升级级来还挺贵的 因为它可以隐藏 就是一夹 整个就没有了 这个升级还有一两千块钱呢 对对对对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厨房和用餐区域 诶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现在站在这儿其实是餐厅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不能说这个房子没有餐厅 因为这个房子新买的嘛 卖家就往处卖 所以他们有做staging 其实这一块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手指这块凹陷的地方 这一块可以摆很大的餐桌 它是一个餐厅 没错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对对对对 然后路过了这一块想象的餐厅之后呢 来到它的厨房 那厨房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见比较大的升级呢 就是它这个倒台做的是瀑布式 而且它的食材呢用的应该是天然食材 建商可能是最高级的食材 没错 它的这个厨房真的是升级巨多 对应该花了很多 都要从厨柜一个一个可以大家介绍一下 对对对对 这个倒台呢除了它做成瀑布式之外 它的水龙头又单独选用了不同材质的水龙头 也是升过级的 特别的贵气 但是我好像喜欢银色的多一点 对但是金色的呢看怎么配 如果金色你看它把手也是金色的 然后它的就是这个木头的木纹呢 是那种胡桃色偏青绿的 就是配这种金色还蛮好看的 搭起来还蛮好看的 对对 然后看到它厨房呢 这个六眼炉灶 另外带一个grill的这个炉灶呢 也是升过级的 它这个hood这个抽烟机 应该是跟样板间用的是同款 然后外面也包了一个边 对没错 然后品牌你介绍一下吧 这边你介绍半天你都没说牌子 你要说一下牌子给大家 好 这个炉头呢是Wolf Wolf在美国呢就是相当于 就是说冰箱的话 最高的品牌呢 要不就是subzero 要不就是Viking 那炉头呢 Wolf就是最高的品牌了 我觉得你这比喻根本就不恰的 你就跟他说 这就是炉头里的LV 好 就是炉头里的爱马仕 就是这样的话 大家理解起来会 会比较简单 对吗 你说什么Viking subzero 因为我们有很多客人 他刚来美国 他是不知道这些的 也对 炉头中的爱马仕 不是 是炉头中的爱马仕 对我说就是炉头中的爱马仕 然后看这边 它所有的这个柜子 因为这个户型它柜子不是特别多 但是它的柜子呢 也都升了起 不管是面料啊 还是说这个挡板 挡板这个中间的玻璃 也是要单独升级的 冰冰好像特别不喜欢玻璃的东西 而且里面的这个隔板 他也用玻璃做的 我刚想说这件事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是人家这个厨房 咱们看看啊 你是喜欢的 不 如果是玻璃我ok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会有油烟 像你家那个玻璃 我绝对不ok 因为你家油烟太多 玻璃不好擦 因为人家有中式厨房 油烟在里面 去中式厨房看一看 对对对 说到这里呢 我们再往里走 看看中式厨房 中式厨房呢 也是做了全套的升级 包括它的家电 还有这个炉头抽油烟机 柜子都是升了机的 这边还有一个单独的冰箱 对 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说外面是Wolf 然后里面或者Kitchen Air呢 因为Wolf很少这么小的 小尺寸的炉头和抽油烟机 所以Kitchen Air就足够用了 在中式厨房里面 对对对 但是这个中式厨房呢 它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这一个窗户可以打开 油烟可以完全出去 打开了之后 这边一开窗直接抽出去了 对 而且我觉得做人性的是那个背景 就是它是用一整块做的 然后你又很喜欢 而且很好擦 是的 然后它的中式厨房里面呢 还做了一个pantry pantry还挺大的 我进去之后呢 还是可以 手都可以伸开 绰绰有 这真的大 对还挺大的 挺大的 这个唯一中式厨房呢 唯一好像漏了一个东西 发现没有 门 就是这一块 它没有门 这个缺一个门 门还得自己单做一个悬吊式的 不然你做中式厨房 都没做一样嘛 对 就是要个门 而且这个门不要做成剥裂的 对 因为油多 就是做成 对 没错 所以这要加个门 大家记住 没错 没错 然后这边呢 我们来看看它的嘉宾电器 它这边的烤箱和微波炉呢 也是升过级的 也是Wolf的 再说一遍 这个是微波炉中的爱马仕 烤箱中的爱马仕 对 对 这样大家比较容易就是判断出来 这个升级有多好 行 然后大家再跟我呢 去看一看 它的一楼的这个California room 以及院子 从它的厨房出来 就是它的California room California room呢 它也做了很多升级 首先呢 这外面有一个壁炉是升过级的 夏冬天的时候 在外面坐着的时候 是会有冷的 把这个打开之后就会好很多 然后可以看到 它California room上面呢 除了灯之外的升级 还有两个speaker 就是这个音响系统 也是单独升级的 我觉得这个speaker特好 因为我就很喜欢 像我家院里就不能听 就是招来朋友吃火锅啊 其实放个音乐还挺爽的 是的 接下来呢 我们出来给大家看看它的院子 那我们知道它的样板间院子是很小的 基本上样板间的墙就在这儿了 对没错 对吧 这个应该是有样板间两三倍的大小 然后它里面的侧院呢 也非常的宽敞 一会我们单独给大家来拍一拍 对 而且它又是corner law 看到就是周围私密性很好 对很安静 对没错 一楼的公共区域看完了 我们通过再回到这个特别宽敞的过道 去看看它一楼的卧室 对 它这个宽敞的过道 我真的觉得非常舒服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浪费了空间 但是呢一进来呢 它有这个玻璃的楼梯 就显着挺说华的 因为那时候Tour Brothers浪费不浪费嘛 豪宅都是用来浪费的 的确的 首先我们看一楼的卧室之前呢 它会路过一个powder room 这个是一个半位 是专门给一楼所有的人公用的 就是公共区人用的 它一楼卧室呢有自己的卫生间 所以它一楼是个套间 对 一楼是一个套间 进到了一楼的卧室 一楼卧室呢是一个套间 首先进来之后呢 大小呢非常的宽敞 毕竟是一个四千尺的房子 所以它所有的卧室呢都不会小 你想放king size是完全够的 第二呢这个房间呢 有三个大窗户 这边有两扇 然后冰的背后有一扇 这边有一个衣橱 然后里面呢 它是它的卫生间 卫生间这还有一个小小的过道 里面还做了柜子 是用来储物的 那还挺好的 对 就是豪宅就是豪宅 它就有自己的powder room 然后又有自己的卫生间 没错 那这个房子呢 它的卫生间 厨房升级了很多 第二个花大钱呢 就是所有的卫生间 都是用一个色系的大理石做的 不管它地面呢 还是说墙面的贴片呢 以及一个台面呢 都是用一个色系的食材做出来的 所以看起来呢 就非常的奢华 没错 而且你看就是那个淋浴头啊 还有水龙头啊 对 跟厨房都是金色的 全是match 对 就很舒服 是的 那我们上二楼去看看二楼 那经过上二楼的时候呢 这个楼梯的地面呢 全部是做了这个地板 木制地板升级的 然后这个楼梯的扶手呢 要单独说一下 因为它是做了这个玻璃面的 那这个玻璃面呢 并不是所有的玻璃都能拿来做楼梯的扶手 它是有一定后度要求的 那所以呢 大家如果要自己升级的话 可能要找一些专门有资质的厂家 去做这样的玻璃 以及这样的楼梯 没错 其实好多客人问我这个升级这玻璃楼梯的 我到现在我都没找着很好的厂家师傅 所以客人问我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说 那就找建商吧 那因为万一推荐不好 就很麻烦这件事情 是的 而且有责任的问题 建商至少还有质保的 对吧 没错 二楼一上来呢 我们要说一下就是这个户型 它是吉尼瓦的二户型 它跟二户型的样板间 唯一的不同点 就是二楼样板间上来之后呢 这是一个公共区域 然后它有一个loft在这边 正对着楼梯 那这个户型呢 它把这个loft做成了一个卧室 有一个walking closet的卧室 所以呢 这个户型呢 它是二楼有四个房间 一楼一个房间 一共五个房间 现在呢 我们去它的主卧看一看 二楼的主卧进来之后呢 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宽敞 巨大 对 跟我办公室似的 特别的深 特别的宽 看看 这个卧室呢 首先我看到它升级呢 就是吊顶是做了的 然后第二呢 就是它卧室也是做了 这个环绕声音系统的 就是这个speaker 然后呢 这个房间特别的宽敞 我们的主卧 比如说把床 king size床放在这里的话 两边还有非常大的空间 像这边有一个凹兴趣的区域呢 我如果是我的话 可能会放一排这个桌子 或者bench 或者你放自己的柜子也行 我不会 我就会放那种像多宝格一样的东西 收集自己的东西 就那些收藏品 那些collect 就可以放在这边 其实这个房子很大 公共区域很多 你要是放在过道上也是可以的 我觉得 最得我心的其实就是你写的这个窗户吧 就这个吧 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对 要说一下这个房子是南北向的 所以它的主卧呢 是朝南的 所以呢冬天 这个光线是直接会晒到主卧里面来 是入户的 所以会非常的温暖 没错 往里走 看一看它的卫生间和淋浴 这卫生间淋浴也升级的够多的 是不是 对 第一呢 这个卫生间的size很大 所以呢 它做起来非常的费钱 因为通常来说 贴瓷砖比铺地板 它的工钱要高三倍 所以说瓷砖本来它用的也是实材的 所以材料啊 人工啊都会高很多 所以这个卫生间应该花了不少钱 对 而且我喜欢 我越住 因为我家现在卫生间就是南向的嘛 我越住越喜欢南向的卫生间 的确是 超舒服 对 南向卫生间因为 第一呢有光线进来 所以它比较容易更干燥一些 不会有味道 第二呢 这个卫生间非常的宽敞 私密性我好 然后这边有很多的窗户 又透气 对吧 其实卫生间升级的很多 第一地是这种瓷砖的 对 然后呢 它里面的浴室也全部升级了 没错 我们给大家 看一看它的浴室有多宽敞 你又走进去拿你做类比 这个浴室真的是非常的宽敞 然后它的 不管是墙面啊 还是地面啊 还是这边的可以做的这个材子啊 都是用食材贴的 所以说这个升级花了不少钱的 没错 就是 而且显得很高级 没错 颜色配的 颜色配的 没错 灰色配金色 对 现在呢先去第一个客卧看一看 呃这个客卧进来之后呢 首先啊 左手边是它的walking closet还是蛮大的 然后里面它的卧房的空间呢还是蛮标准的一个size 呃 4000尺的房子这个size的客卧还蛮大的 其实这边是在lopt 对 然后它改成客卧了 对 这一刻我觉得可以就是比如刚生下小孩啊 可以让小孩住在这就听得比较清楚 对 因为呢这个客卧和另外一个客卧是中间是通过一个卫生间连在一起的 对 我们带大家去看一看 如果这是lopt的话其实就不是了 如果这是lopt这个卫生间是属于另外一间房的 对 对 但是已经没有那个选项 因为这个样这个盘都卖空了 对 呃这个水苔区域呢是这个房间单独用的啊 另外那个房间有它自己的水苔区域 但是它的淋浴和厕所是共用的 对 我们穿过它的淋浴和厕所来看一看另外一间房 呃 同样就是它所有的卫生间的都是做了食材贴到底 哦 真的很就是花了不少钱只能说真的是有钱我就觉得 对哦 等于这个客卧又有自己的一个水苔这样可以不打架 没错 对就是共用一个shower就好了 对shower和厕所共用一下就好了 然后进来之后呢这是它的二楼的第二个客卧 第二客卧呢稍微要比刚才那客卧稍大一些 多出来的区域呢是这一块区域 可以放一些书桌啊什么的 其实明显的大了很多因为那个是loft改的 对就是一个呃 像2000多市房子的客卧我觉得这个呢才是像4000市房子的客卧 你不觉得吗 的确的确 走我们看看它最后一个客卧二楼的最后一个客卧啊 之前呢会路过它的洗衣房这个洗衣房呢我只能说啊 这个房子的买主呢真的是有钱啊愿意花钱 你看洗衣房的地面都用食材升过级 然后这边虽然没有用啊这边的台面虽然没有用这个最好的这个天然食材 但是也是升过级的食材 没错没错 这个洗衣房啊我以为缺一个洗手台其实有有的在门口 对对对对蛮好的 好我们去看它最后一个客卧 这最后一个客卧尺寸 也不小 对 也不小 对对对 是它四个客卧里面最大的一个客卧了我觉得 对对对 而且私密性也很好 是的 因为它是corner lot 这个又在这个房子的角上 所以它不会跟隔壁的邻居啊有什么互相可以看到的视野 没错 这个客卧呢也是一个套间 它有自己的卫生间和walking closet 现在我们来大家看一看它的卫生间 呃还是一样用这个大理石灰色大理石做的台面 它的淋浴区域也是用灰色大理石贴的瓷砖贴到了顶 然后这里面呢是它的walking closet 这walking closet也够大 没错 如果是客卧的话真的是够大了 对客卧足够大了 而且呢它的不管是closet还是说它的卫生间都是有这个窗户的透气非常的好 对那真挺不错的 没错 走吧我们去给大家总结一下 好我们回到它的客厅来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房子 嗯我先说吧 你说吧 因为每次都你先说 这个房子呢它要330万 就是其实在我没没好好看的时候啊 我觉得说哎那如果330万我不如买样板间对对吧 然后呢呃到我们就是来弄完这个房子拍完这个房子呢 我觉得说330万按现在这个市场按它的位置按它的升级是这个钱是ok的 对对对对对 如果它什么升级都没有没有中厨没有这些东西 我觉得不值这个价不值这个价对吧 虽然是一个corner了对没错 但是的确它进来之后呢可以发现它的升级特非常的多所有的台面都有升级对啊所有的橱柜都有升级没错 如果是我的话我我会选择有loft的地方ok对其实它二楼过道跟一楼过道一定要都非常的宽敞都很宽敞都很宽敞可以做成一个小小的loft但是哎呀就不要硬掰了就是他不可以做到loft我只是觉得说嗯这是对我不好的但是如果这个房子你说我自己喜不喜欢呢我自己蛮喜欢的但是我只是不喜欢那个loft而已我觉得实话实说嘛对这个房子几个亮点给大家再强调一下 第一是他所有的升级没错没错卫生间非常的漂亮对第二点呢它是一个corner了私密性非常的好占地呢比普通的地块要大很多对啊第三呢就是这是南北向的房子所以说呢它的主要活动区域像一楼的公共区域二楼主要卧室都是南向的阳光是可以直射到房间里面的没错没错没错 对又不想买次新房对这个等于就是个新房对你又不想竞价的话呢这个房子我觉得应该可以拿到比较好的价格是的这是我觉得啊我觉得应该不用竞价然后呢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个negotiable的空间是的这是我我我我认为啊但是最后具体怎么样呢你可以加我们微信联系我们那我们呢之后就会拍更多的次新房和和二手房给到大家对因为现在新房呢为什么我很少拍呢 因为第一新房的很少因为第二呢新房子我跟大家实话实讲Portola的新房子不让用agent如果你有agent的话呢现在是买不到的您只能自己去买如果大家也想知道他们的地址呢也可以叫我微信我直接告诉大家就好了没错没错那最后呢请大家给我们点个赞因为我们呢有您的支持的话是我们做这个视频的最大的动力没错没错那好了我们下期见拜拜